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小米聊天 今集上星期的延續 講大家一起看梅艷芳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實在太厲害了 是啊 我未試過一間戲院 7點一場 7點2一場 7點半一場 7點10一場 沒辦法 投資商是戲院香港其中一條大院線的老闆 自然一定是呼天搶地 還有這部電影的部署是少數港產片有這麼厲害 其實去年的年頭開始滲出來 5月已經找了鄭玉玲訪問 訪問古天樂和黃丹妮 大家不知道是否厲害了 5月 現在是11月 半年前 已經訪問了 大家在YouTube看過這部影片 已經有訪問過他們了 然後有信 途中有出過很多名單 好像那些書籃拿名單 誰做誰 引起大家的話題 注意 有些人講粗口 其中就是曾志偉做羅文 我想都不會是假的 這些修德鋒也 吳若熙做何韻詩 還有岑家琪 當然我也不知道她的樣子 因為她最近拍了一部電影 不知道是甚麼情願生卡拉 很多人講這部電影 不必做 就說她做陳百強 當然這些都是對的 毛艷芳身邊的人物 但為什麼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誰呢 劉先生 誰是劉沛基 劉沛基在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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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美中不足 我覺得她很多資質 這部電影 但是呢 我覺得 大家都會 現在今天很特別 就是 每個人都會說 哎呀 回到我們那個年代很感動 我就是成長那個年代 我和你成長那個年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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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她出道 我不要這麼厲害 看著她出道 我們和毛艷芳一起成長 沒錯 當然她大了十年八年 我們一起 看著她伸手 看著她奪上一個女王級數 當然 梅艷芳有很多故事 展裁 但是呢 怎樣能夠將她拼成一個 所謂 大家都希望 梅艷芳這部電影 去到最後是怎樣呢 是成為一部可以傳世的電影 不是傳記這麼簡單 是一部傳世 大家一看梅艷芳這部電影 大約我們猜到 梅艷芳的 她的中心思想 或者她的行為 各方面 她的視態 但是呢 我覺得這部電影 有些美中不足 我也不敢大罵她 有些人很喜歡這部電影 有些人不喜歡 我就覺得 資料搜集方面 是不是做漏了呢 我也是有些不足 第一 第二 梅艷芳這麼多的故事 為什麼剪裁 是不是一定要選那幾個呢 第二 梅艷芳人生最重要的幾個點 為什麼不說呢 不要誤會 我不是一定要說她六四那些 你不要誤會 因為一看大陸的投資 那些什麼華夏電影發行 這個萬有引力月 這些電影公司 和安樂一路合作 和大陸合作 你都想到 這些影響 根本這些裡面的 的橋段 一定不會在這部電影發生 我覺得正常的 你被重就起 當然 因為現在你在香港 如果你不進大陸 你一定會虧 當然 那個老闆不是這麼說的 他想找梅艷芳做些事情 當然 大家看過 她的訪問出很多人 因為她的勁度 去到什麼境界呢 她在大陸 老如有約 也有 為了看這部電影 我搜尋了所有 關於這部 梅艷芳電影的周邊的東西 我看過了 去到老如有約 陳老如也訪問她 因為她沒有做到十面埋伏 是 張艷芳這個十面埋伏 沒有做到 所以她僅僅於懷 她認為梅艷芳可以和她合作 所以 拉屎片尾十面埋伏 也有明謝梅艷芳 所以她想拍到梅艷芳的電影 但我認為取材方面 如果這部電影這麼認真的話 我認為配角方面也要很認真 我不是開玩笑 是 大家要玩認真 但我覺得配角他們非常不認真 這部電影我很未足 我很不滿 我都可以覺得 你選擇王朗維那段 少仲恆扮狐男佬那段 沒所謂 但是 是不是要認真一點 你 梅艷芳身邊的人 是不是那些知節的人 認真一點 例如 黎小田為什麼要用白紙做 黎小田 我想整個 梅艷芳的早期生涯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你有什麼提供 不提供 白紙一走出來就搞笑 但是當時 我剛才在麥克風前 你明白嗎 你每一次幫他做一個假法 就已經好笑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可能他是特意需要這個效果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 就是這個故事講過 不是 在麥克風外面我也跟你講過 因為其實 當時黎小田 雖然他的音樂的醋 是有了 但是他剛剛是在做 加熱小田 不是過了 不對 什麼呢 他去了華昇 是 他去了華昇 加熱小田 已經是早三兩年前的出品 他已經去加 他已經去統治了 當然 現在說的 蘇孝梁才差別 黎小田原來也是散仔 是啊 但是當年我們的認知 對不起 我們認知 黎小田就是 真正的音樂總監 無線高薪禮聘他 不過因為 無線有顧家費 所以 黎小田只能夠去華昇 他就華昇 如果他當然有能力 老實說我真心說一句 我不相信蘇孝梁會找張國榮過來華昇 對 我一定相信黎小田 可能這個故事未必是這樣 但是我一定相信黎小田 是他找張國榮過來華昇 就這麼簡單 但是第一幕 今天叫你簽 大家都說過這個故事 當日 梅艷芳 贏了冠軍之後 黎小田上去幫他 上去那間金池 這個 就是 諾克道美 那間 告示打道那間 那間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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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約 黎小田上去跟他解約 是吧 當年那些娛樂記者也說 知道他正在贏 說是梅艷芳 其實是否認真一點 梅艷芳其中一個 我認為 一開始就說梅艷芳 梅艷芳肯 那小女子 做些蝕底的事情 幫人拔那個事情 那 但是 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直引伸下去 梅艷芳做些蝕底的事情 這個故事裡面 有 最後一比九就九 但是 但是 梅艷芳 表示他合議 是的 沒有提 沒有提 因為合議裡面可能牽涉 某些場合 是不能出的 那就算了 第二 明明日本歌不關鄭少秋的事 我也不知為何會有鄭少秋 鄭少秋有合作過 但很多人認知他喜歡西城壽樹 為何沒有提到西城壽樹 大家都知道 當年梅艷芳頭號偶像是西城壽樹 雖然西城壽樹死了 為何不說 因為他一說他都說他最喜歡西城壽樹 是呀 所有人都知道 但為何不看呢 我覺得奇怪 當然我查一查的導演只有四十二歲 可能再早期七十年來只有十多 十多年他和我一樣都是成熟飯 當然 當然 鄭少秋是會唱日本歌 但他又抄襲日本歌 其實不是 讓人都認知 西城壽樹為何不抄襲 當然 現在很多人罵 明明近藤真言是世紀戰男 當然 我也是這樣說 一腳踏兩船 劈腿王 不是 這不重要 如果梅艷芳這麼討厭他 最後一首歌是夕陽之歌 其實原唱者就是近藤真言 為什麼他人生最後一個表演 最後一首歌就是唱近藤真言的歌 難道他不知道這首歌是那一節近藤真言 如果以他的能力 我是不唱 梅艷芳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為什麼他都會接受呢 我們想多了 我們想到 當然這部電影很多人都覺得 這條是紅磡曲街 滾阿妹 正紅磡曲街 這是垃圾來的 但當然 可能那個人 大家要記住 當年近藤真言的紅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見過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我這樣說 肯定比木村託災厲害 一定 一定 真的 他的那種紅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說 當年他這個Johnny事務所 按住他當然 我絕對相信 Johnny事務所 雖然那個老闆死了不太久 大家要記住 當劇情無所謂 怎麼取材 你說他一直成長的歌劇 是不是真的專門關照 張國榮拍胭脂扣 沒有人知道 張國榮那個角色 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個年輕人 那就無所謂了 找了都算了 做得好都見仁見智 但是 策略查整個 梅艷芳的故事裡面 是不是這些資質 就像剛才賭成說 我們人生剩下 梅艷芳只有兩個人物 一個是劉培基 一個是劉德華 第三 又不說 說說那些徒弟 有徒弟才說是合意的 我講過 梅艷芳是一個很重要的 全香港 全香港 不是很多超級巨星有徒弟 沒有的 只有梅艷芳有的 是有一堆 真的有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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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聲會是出台感那麼好 表演唱Live那麼好 他有機會去實習 是不是因為何韻詩不能出 連所有徒弟都不能出 最後那個疑似蔡一致 范長毛 那你為什麼不說 我最重要的是 你的資料搜集 不要說我看到妙麗開心 我看到麗婉開心 我看到麗婉開心 你重造這個九龍城窄 我都開心 但是裡面 其餘的東西 可以實際一點 是啊 他真的太酒馬漢花 那些東西 可以細節一點 你說是看到人家說 看到妙麗很開心 不是一幕而已 麗婉一幕而已 是啊 是不是 當然你再把這些事 掛勾給沙士 妹姐 妹姐 我們當然知道 怎麼會這麼多人 這麼緊張這套戲 絕對是 但是 那些位置 怎麼擺 是不是一定要說湖南那件事 我知道 其實最後 那女兒是扮doodoo的 出來訪問 他就訪問他 哦 類似他扮doodoo 那些說話 那些說話 尖沙薄 對 很多人都認為 梅艷芳的善業 就是因為這件湖南幫事件之後 停了 跟著就做下去了 是 你明白嗎 很多人都認為是這樣的 但是 無損梅艷芳的 在我們心目中的天王巨星 因為他的表演 他走出來 其中一個幕是做得很好 就是他驚痛的 但是 當他一上台 就是另一個人 就是唱紅順烈焰那個 那這個 那一幕其實 不要說驚痛 他當時說 我記得就是 蘇永康的 他說他最後的演唱會 其實他的身體很弱的 一上了 上了 一說開咪 但是 是完全 你聽不出 他是一個 末期病患者 劉培基講的一個故事 有一次 梅艷芳不去 真的病到五萬五色 但是劉培基說 你不去呢 今天就不行 這個班長典禮 一定不行 後來怎麼樣 劉培基就找幾個人 一起夾他進去 抬他去 然後 他說抬他去不行 他還沒化妝 然後 跟那個監製說 你找些紅暴 然後一定要 梅艷芳上台 因為梅艷芳 一出來 那個表演就是這樣 我覺得 當然你說劉德華 可能現在還沒關 大家例事說 但是我覺得劉德華 不會介意 有些事情 他們又不是有些什麼 我講真的 你拍了一部這樣的電影 你能寫什麼出來 為什麼不 完整些 將他重要的人寫出來 你感情那邊 他講了兩個 林國斌 和近藤山演奏 叫做點點點 如果林國斌 就比了林國斌 還有實感 為什麼不叫林國斌 林國斌 那不但那個年齡 有差不多 林國斌 我早前見他 不老的 那個楊又齡 也不是年輕 是不是 不是 那個人很年輕 我不覺得那個人很年輕 但始終跟林國斌有個距離 不是 林國斌 那個年代已經三十多歲 林國斌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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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實感 不過林國斌可能會拒絕 這是傷心死的 當然 我認為一部傳奇片 那些資質位置其實要很認真 而且我覺得他在泰國那段生活 可以不說 沒有這樣的必要 他覺得自己 我不知道 當然這部電影應該拍的 我想這樣 我想現實這部電影拍了三個小時 現在我們看兩個小時 大約約兩個小時 兩小時頭十幾分鐘 應該有四十分鐘 不知道在哪裡 裡面四十分鐘 我想他最近看照片 他試了這麼多造型 可能他真的剪了 可能那些什麼羅文 那些可能真的有 不是維基百科 不會隨便說 為什麼說羅文一定是曾志偉做 這個吳躍希做 那其實有沒有機會看到 國際版 不知道 三小時可能就上不了 你說吳躍希做 做這個 何韻詩 但是這個徒弟 我認為是 不是你剪了何韻詩那段 也沒關係 那還有很多分鐘 其實草猛 為什麼不說呢 你整個長毛那個 那個是不是蔡一傑 蔡一智 你給個名字 傑仔也好 沒有啊 起碼人家的感覺 我知道你是 說誰 你知道 尾聲還有謝霆鋒 做了契弟 當然這些 可能不再認為不重要 就是說 這些資折位很有趣 大家都經常說 我感受到 當時 我說難道看一看妙禮 看一看麗園 我們就會有那個感覺 我說 其實 是不是錢 其實我又不相信 如果純粹片酬 我覺得這裡也不是一個大製作 所有的大製作 都是報警 但是所有片酬 我想都不會貴 因為全部都貴 最貴就是古天樂 古天樂 也有投資 天下一有份 就是 那究竟 為什麼不執政一些 身邊的故事 就是說 你說 你秉承他第一次 幫那個年輕人 拿回來之後 他專門做些吃虧的事 就說一下 梅艷芳的走路 如何扶持後輩 是啊 是吧 就是怎樣帶他們出 為什麼梅艷芳每一次搞什麼 所有巨星都第一時間 肯定肯定走出來 是不是 你看回最近 所有這些 這些資折位 其實可以做好些 我不明白 我不是說白紙做戲不好 白紙不是做的 這部電影是挺認真的 電影不是笑片 我不需要說漠笑 不是灰色喜劇 是不是 可能你覺得黎小廷 你認為知了手 是黎小廷 在梅艷芳心目中是廢柴 沒有用的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因為你要加強 啊 啊啊啊啊 啊 誰 啊 林家動的角色 是 就是等於 你情願找 那個科華 陳淑芬要找楊千華做 陳淑芬要找楊千華做 但陳淑芬是人 大家的感覺都是 他談過張國榮那邊的 大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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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芬不是 那時候也不是獨立 獨立獨黃 陳淑芬的老公也是那間公司的 又沒有說 是不是 我不是說 我們批評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全世 陳淑芬有一個 我覺得挺好笑的 就是在錄音室 錄心寨的時候 陳淑芬 陳淑芬 陳淑芬那裡 說一賠二百 其實我看過有一個YouTube 是說黃瞻的 他說 當時其實在錄音室 還有其他人 有黃瞻和顧家輝 是 是 他們就說 大家是想不到 阿妹 一踢過 是 是 他們是問 因為錄音室出來 是 他們問黃瞻和顧家輝 有沒有意見 黃瞻說 還有什麼意見 是 是 我覺得 這個是 我覺得 如果他多加一兩 就是黃瞻在這裏 是 就是一個人扮黃瞻的 我覺得 就會更加顯得 梅艷鋒更加專業 更加 更加 就是 叫做 就是 唱得更加好 是啊 我覺得 不是 可能他覺得太多之節 他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是啊 我永遠都很重視這些 永遠都 就是我真心的 你好像劉德華沒有 那樣 你可以點綴一下 有劉德華 你知道我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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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eta最後的美星 那幾年 就是 劉德華都不停 有出過 他的消息 對啊 最後 把所有的策略都去了張國榮那裏 沒錯 我當然我相信 張國榮跟他真感情 這個我都沒有 沒有志義 但是朋友 跟劉德華那種 是 他真的喜歡劉德華 但是劉德華 就已經是 有另一半 那時候有些曖昧 是的 但是 我們又不需要 可能他們認為 不要太多之節了 但是如果我們成為一個 傳記片 老實說 我們看不少 就是 你斬斬 是不是一隻蟹 走到腳腳 哈哈 就是這麼簡單 我很坦白 其實我覺得這部片 我都會接受 但是 有很多細節位 就是你可以做好一點 就是我覺得 不是好像外面的評語 說到 嘩 真的沒得頂天下無敵 不是 我覺得 不是 其實這部片有很多沙石的真心 不過 這個宣傳 我想是近這十年 港產片最成功的 沒錯 就是這樣 但你勾你們 就是 各方面 就是 各方面 就是 就是 你等這套戲看 接著又放那些 泥院 廟 廟 那些照片給你看 大家想一下以前 華盛頓戲院 是不是 我想現在沒有人知道華盛頓戲院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華盛頓戲院就是家和戲院後面 即是 現在家和戲院的原子就是卓越來的 卓越那個位 就是佐敦道 浴華行的那些是卓越的 是的 那些是上海商業銀行的 跟著轉彎那路一直走 走到那裡的垃圾站 現在就應該變了一些食屎的 那裡就是華盛頓戲院了 即是當年華盛頓是一環街 他對面應該是垃圾站 當年很多人都會去華盛頓戲院看戲 因為華盛頓戲院好像有一間華盛頓 酒樓夜總會 是嗎 是的 那個年代就很輝煌 我想大家可能都不記得 我就可以說一下 當然我對這套戲是沒有惡意的 沒有誤會 是的 我純粹是 我看到我希望那些支節位做足 即是可以做好一點 因為梅艷芳不是只有你認識的 是的 沒錯 當然我們也不會再生入燈 為什麼你沒有了梅老太 我們不需要那些油打明的 是的 這些是無謂的 即是 好人好者為什麼要四歲登台 是嗎 看完我也收什麼的 四歲登台 所以我勸聖夢傳奇的 那些十四歲和十六歲的女兒 快點回去讀書 應該的 他們也有讀書的 我講真的 我看完這套幕 我也想想 為什麼要四歲出來跑江湖 因為我人生 見過兩個情緒 一個就是梅艷芳 一個就是馮寶寶 一個就是馮寶寶 都是我們成長見到的 幾歲出來工作 是不是 心靈會不會開心 就好像兩個都不開心 因為他沒有了一個童年 對 我們對這套戲是沒有惡意的 不過我認為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熟悉梅艷芳 可能梅艷芳每個人的心目中的故事都不同 應該是說 每個人看梅艷芳的重點都不同 是的 等於我也覺得 他這麼多首歌 為什麼沒有了一首呂印心 呂印心就不算熱 但我的問題是他很講出梅艷芳的心境 其實這首歌 因為呂印心已經去到那個階段 我想梅艷芳的唱片不算好 是的 沒錯 這些我可以講出來 是的 就是梅艷芳的壞女孩 但是你要講出他心裡面的說法 我覺得這首歌是很貼到當時的心境 當然我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 不過我每個人都有對梅艷芳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你浪費 我想這部電影不是大城 不要騙我 這部電影是浪費很多次 你浪費很多次 你浪費的錢就是那幾個景 全部都是黑村 全部都是 大部分年輕人都沒有性 我不想遺跡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沒錯 我想導演可能太年輕了 而且這個導演拍過《韓戰》 拍傳記片其實是另一種拍法 這是我真心的 不是每個人都會拍傳記片 所以以前 有一個老排導演很困難的 那個就是劉國昌 劉國昌專拍這些片 如果很多人今天 你這兩個人說 如果王家衛拍又會怎樣 當然這個人說 對不對 可能王晶拍又不同 是不是 你拍傳記片 我們見聞很多 你說怎樣 當然你說去到 巨星級很少 以前小時候就有很多李小龍 不過那些是假的 真正做的巨星 我不知道往後還有沒有 夠空拍這些 我覺得將來都很少有一個 藝人可以 用來拍傳記式的 香港少了 不是 但你不是夠膽拍的 你拍誰 你告訴我 你剛好拍張國榮 是啊 是不是 怎樣拍張國榮 其實像不像是不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那些人說他很像 又是假的 他怎樣像 像不像江欣燕扮 我是梅艷芳 如果你純說像 我不要說 像不像江欣燕 陳偉霸也像 這個感覺 這位姐姐高了一點 走出去一看 這位姐姐很高大 這個感覺 那她是模特兒 你模特兒 那你選梅艷芳 現在不是選模特兒 你看 你拍照顧天露 你就感覺到 嘩 那麼高嗎 那次劉培基和阿妹妹差不多 但不要緊 你玩感覺 不要像 他有些造型 我覺得是很像 我覺得很像 一定不會像江欣燕 江欣燕版 江欣燕有些搞笑版 他只能做某些造型 我明白了 陳偉霸也像 年輕的時候 現在老了一點 我不是說有惡意 不過我認為 每個人都有一個點 當然這部電影 不用說了 香港肯定大賣 今年應該是香港飄防冠軍 就是這部電影 不用說了 聽聞現在已經收了1400萬 大陸就一般 可能大陸都可能 因為很多人不認識 其實說真的 還有上一年多 未必會去看電影 這件事 可能現在大陸就不知道 我聽聞大陸就 不過大陸已經呼天搶地 都說陳老余 你的朋友鄧超 孫麗全部都說這部電影 沒得定 他們說沒得定 沒得定 不要緊的 我不介懷 不過我希望 再有機會拍傳記片 那些司節位 是做好一點 選國要再嚴謹一點 不要那麼求 不要打算嚇吊 不行 你找小孩子來做 你以為可以做出的效果 沒有 我坦白是做不出 做不出 你不會感覺到他們是徒弟 有些人說 我們要吵 阿姐才喜歡 我們一陣子 阿姐會醒 你看那些人 沒有感覺他們是什麼 梅艷芳其中一部分 如果你說合意 就是他打破這個圈中的禁忌 就是收徒弟 前輩幫後輩是應份 這個就是當日 劉慧姬說的 但是你看不到他們的後輩是什麼 什麼水 是啊 是不是 你有沒有 當然可能 小米你有沒有看過三個鐘頭版 你當然覺得不完整 那希望有機會有錢 是啊 有的再看 三個鐘頭版 我不介意再給多一次錢 沒所謂的 再給多一次錢 再給多一次錢 完整一點 就是 覺得很差 就看吧 好嗎 小米今天講到這裡 總算我們都 近年來 我都叫做 值得談論的 本土電影 還有 我們對於梅艷芳 我們成長的階段 一個天王巨星 是啊 應該都後無來者 真的 是啊 因為現在你連歌廳都沒有 怎麼訓練 現在全部的歌手都是卡拉OK出來的 紐維 那些出來的 加州熊出來的 現在都好些 還有一些選手比賽 比較有番 以前就直接沒有了 前幾年 小米聊天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繼續小米聊天 好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